小朋友我们玩个游戏啊 就是我这样打一枪 然后你就假装中弹倒下 你倒快了宝贝 我们再来一次啊 你得闭眼 再来一次 快把眼睛闭上 小公猫的叫声都这么加吗 众所周知妹妹从小就很爱叫 甚至变身期把嗓子都叫哑了 但憨憨这个家伙 自从长大我就没听他叫过 憨憨叫一个 毫无反应 极致的我想了一个让他叫的办法 妹妹会叫的猫咪有小零食吃哦 不是 你声音怎么这么假呀 你再叫一声呢 这是一条求助视频 妹妹一黄也快成年了 我就想着给她找个对象 正好朋友说 看到一只和妹妹小时候一样可爱的公猫 于是我连夜去接回了家 妹妹这是你对象哦 嗯 现在问题是她的确挺可爱 但尺寸好像小了一些 所以该怎么撮合她们呢 前两天给妹妹找的对象不是尺寸不对吗 后面我也想妹妹可以等她长大 现在最重要的是培养她俩的感情 妹妹你这样会吓着别人哦 其实妹妹对这个小家伙真有好感的 就是不咋会表达 你咋不吃啊 你想让给她吃吗 这可是你最喜欢吃的窝窝冻干猫粮 里面三种冻干 每颗猫粮还有肉碎海中碎包裹 以前弟弟吃你都一脸不乐意 现在鞋是全在对象身上 为了让她们进一步了解 我决定帮她们一把 不是你干的鞋啥呀 小可不 原来猫圈也存在同性相吃 小猫到家已经一周了 家里的猫咪也都对这个小家伙很友好 可唯独憨憨 现在还在欺负她 我猜因为小家伙也是公猫 可能会同性相吃 我就想了个办法 来缓和她们的关系 哈哈你看 弟弟给你带在见面里 这是帕特811生骨肉节限定大礼包 这么多东西都是你一个人的 你最爱的冻干还是熟悉的配方 吃完就不许欺负别人了哟 来看看起作用没 才吃了别人的东西 因为哈汉小时候老是被魅力打 被魅力打 最近终于来了个比她小的 她也终于体验到了欺负小奶猫的快乐 她们 Praise the Lord 还是请做没关系 我这个故事